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梁说故事 当时社会民风很淳朴 邻里社区的关系都非常好 他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小镇 原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简单美好下去 直到一个邻居的出现打破了这条轨迹 1972年6月 一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带着妻儿搬到他们的附近 他们家有5个孩子 一家人都非常亲切友善 简的爸爸是做花店生意的 他和做建材生意的罗伯特成为了好兄弟 简的妈妈和同事家庭主妇的罗伯特妻子 也成为了好朋友 并且因为年龄相仿 两家的孩子也相处得特别融洽 两家人越走越近来往密切 简和妹妹亲戚的称呼罗伯特为B 但当时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和爱可亲的男人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噩梦一般的永久性伤害 B对简尤其关注 甚至还给简起了个耐人熊温的名称娃娃 在之后的两年里 B对简一直有着过分的迷恋 他常常带着简出游参加活动等等 在两年后的1974年10月17日 简的父母毫无防备地让简和B出去玩 从此开始了地狱一般的噩梦 B在车上把所谓的过敏药给简吃下 简对亲戚的B身心不移 吃过药之后就呼了过去 在之后的五天里简的父母焦急地等待着 但出于对B的信任 他们迟疑着并没有接着报警 在第五天的时候 他们终于坐不住了 拨通了调查局的电话 随后警方在全国通缉B 连续找了几周也没有找到 根据亲友和社区提供的线索 警方得知B在公众的印象中 是个感染力强好接触的朋友 但B的哥哥深知自己的弟弟是个恋童癖 他对小女孩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 在少年时代甚至还猥亵过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自从接近简一家开始 他的目的就很明确 那就是得到简 在这两年期间 B经常对简进行猥亵 为了计划进行的顺利 他想方设法搞定简的父母 首先他对简的母亲极尽赞美 是简的母亲最终爱上了自己 随后又对简的父亲声称 自己和妻子的性生活不和谐 脑子一抽的简吧 就帮B解决了生理问题 更是在之后的时间里 和B保持了很久的同性关系 这里就让人太迷惑了 为了得到最终目标 能同时和两个性别保持关系 真是让人作呕 期间B还对简的父母说自己 小时候受过虐待 心理医生说的治疗方式 就是和简单独相处 而神经大德简父母 竟然也没有反对 每当简刚睡下 他就躺在简的旁边 用录音机播放奇怪的内容 并且他经常给简吃 伪装成过敏药和维生素的安眠药 随后干了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在绑架简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操作的 把简带走以后 必把仪器伪装成外星人事件 他把简固定在床上 并且在他耳边播放外星人录音 告诉简 他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 现在他有一个任务 在自己16岁之前 和一个男性发生关系 并且怀孕 不然他的家人就会遭殃 显然这个男性 就是和自己非常亲近的B 12岁的小简天真单纯 对此身心不疑 于是在之后的时间里 都顺从地和B在一起 但是B是个聪明到可怕的人 他对简的猥胁 从来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突破 在简失踪的第35天 警方终于找到两人 给简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发现简并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 B还威胁简妈撤销控诉 否则就把他出轨的事情公布出来 这让B顺利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仅仅只是班里的简家附近 简无法完成任务 便可以和自己一直保持联系 同时在之后的一年里 B不断给简写情书 假装外星人给简洗脑 让她和自己见面 之前对简妈的勾引 此时才真正开始派上用场 她断断续续续和简妈联系 哄骗她自己依旧爱她 给已经陷入爱情里的简妈洗脑 让她同意自己和她女儿约会 不得不说镇母女俩 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 简始终没有怀孕 而自己16岁生日的天 家人会激怜死去 她对无法完成外星人布置的任务 越来越焦虑 简回到家和父母说 自己要永远和B在一起 父母都不同意 于是她在某一天 偷偷地离开了家 这一次简整整失踪了三个月 在警方找到他们之后 B又以心理问题和简父母的沉默 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转眼又是一年 简马上就要16岁了 外星人布置的任务 她还没有完成 也由于简逐渐长大 B对简的兴趣逐渐减少 他们的关系开始慢慢淡化 这让简陷入了痛苦和纠结中 在她生日这天 自己在一个骗局里徘徊了数年 于是决定把一切都告诉父母 这几年来 B为些简的次数 总共高达200多次 这对一个天真善良的 未成年女孩来说 无疑是一辈子的阴影 而简也是消化了很久 在28年后终于站了出来 她到处现身说法 试图唤醒人们对孩子的保护 一家人终于鼓起勇气 与B在法庭上对质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B的心里丝毫没有愧疚 她在法庭上 对自己曾经的行为毫无回忆 幸好这次法律没有放过她 B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只不过在入狱的前一天 她自杀了 这个案件随着B的死亡终于结束 但对简一家来说 这是一生的噩梦 看完纪录片 我想很多人在谴责B的受刑外 还会声讨这对愚蠢的父母 但是仔细想想 他们也是受害者 B在简的父母身上花费的心思 远不止纪录片中聊了几句话 一个人用了好几年的时间 用所谓的真情 来让你一步步走入陷阱 借此操控一个人的感情 让其保持沉默 放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恐怕都难以保持清醒 对这对父母来说 除了对女儿受到伤害 感到心痛以外 他们本人也被欺骗了 多年的感情和身体 在当时那个年代 消息闭塞 人们思想极为单纯 连离婚这种事都还没有被普及 甚至联邦调查局 对恋童癖这个概念尚不清晰 更何况是民风淳朴的一个小镇 父母虽然觉得B的行为怪异 但总归联想不到 这么恐怖的本质 简在最后的采访中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她说她的父母是犯了错 但两个无辜的人犯错是一回事 有人摆布操纵你的感情 故意犯错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来到公众面前 把自己曾经最羞耻 恨爱的行为公之于众 所做出的勇气和牺牲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在这部纪录片中 简一家人的采访 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静的叙述 但很多事情在回忆的时候 一家人都泣不成声 他们眼中全是多年噩梦 缠身的绝望 这是我们无法体会的 因此我们也没有资格 指责他们的愚蠢 在接近30年以后 他们一家人走到了台前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或许我们身边 就潜藏着这样的恶魔 他们头戴着天使的面具 却行进了地狱的勾当 用染白的羽毛 编织黑色的恶梦 让猎物在无尽的深渊里沉沦 而受伤的何之简一家 罗伯特的妻子和孩子 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他们一辈子都闹着恋童癖亲属的印记 其心里受到的伤害 也是无法估计的 只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也希望大家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恶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点赞 评论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